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你看我们这里 洗个澡也没法洗 连窗户都没有 有的时候上厕所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呢 领导 我这刚出院两三天 精力就让我去上班 我现在腿疼的连路都走不了 它都不让我休息 真是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这里的情况我已经大致了解了 小姑娘你也不要着急 我马上就安排人送你去医院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需求啊 老板 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差劲了 我们宁愿不要那20%的工资 我们也要集体走人 就是就是 这20%的工资又是怎么回事啊 谷经理知道这里环境差 只给我们发80%的工资 剩下那20% 时候等最后年底才发 是啊 老板 如果不是因为这20%的工资 我们早都走了 好 我马上就去处理这些事情 你们赶快休息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哎 老板 你怎么来了 谷经理 我刚才去咱们的女工宿舍转了转 我很痛心 咱们的员工宿舍怎么可以这么脏 这么差 李总 我停 谷经理 你看看你这大办公室 大办公桌 大沙发 大茶几 你居然还有心情养鱼 你是不是只顾着自己享受了 你再回过头看看那些员工 三个人挤在一个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 没窗户 没通风 就连上个厕所都要拍十几分钟的队 你的良心难道就不会痛吗 李总 我那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和开支吗 好 就算你是为公司好 那他们生病了 为什么不让他休息 为什么不领他去看病 难道你就没有兄弟姐妹吗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还有 你为什么只给他们发百分之八十的工资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呢 被你窗户了吗 李总 我大小也算是个领导吧 我又不是慈善家 我有自己的难处啊 员工不需要你搞慈善 也不需要你相爱心 那他们挣多少钱 你给他们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站住 你立刻马上 现在就去把拖欠他们所有的工资 全部给我结枪 还有 把他们提的所有的需求 全部给我落实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人在做 天安在看 人活一世 丢什么都不能丢良心 忘什么都不能忘善良 你现在就给我回家反省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处 面对人生这条坎坷的路 每一步都要踏到世俗 哎 小伙子 你把我鸡蛋都压来了 小伙子 你把我的鸡蛋压来了 压你鸡蛋怎么了 谁说许你这摆摊的 把我宝贝吓坏了 你能赔得起吗 我说小伙子 你压了我的鸡蛋 你还凶我呢 凶你怎么了 你就是个臭卖蛋的 你们怎么能欺负老人呢 我欺负他怎么了 怎么 想多管闲事啊 老公 我们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我们的面试啊 都快迟到了呢 吓我再收拾你 大叔 您没事吧 我倒没事 喝去这鸡蛋了 大叔 您把没坏的鸡蛋 都给我装起来吧 我全都要了 这鸡蛋都成这样了 你 没事 大叔 这些回去洗洗都还可以吃的 哎 哎 好了 给你吧 好的 大叔 我来给您扫码 过去了 大叔 哎 哎 哎 姑娘 你给多了 你们好 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吗 很高兴认识你们 哎呀 你离我远一点 你嘴巴什么味儿啊 真是臭死了 啊 就是 我坐在这儿能闻到 你看你走吧 你别一会儿给面试官去寻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呀 就你这样的 还好意思来面试 赶紧回你老家去吧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我刚才听说你的嘴巴有味道 来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生产的甜蜜烟纤胺美白牙膏 快去试试吧 这款牙膏一直是樱花味 一直是薄荷味 它添加了烟纤胺 水和龟石等名贵成分 挤出的膏体也是晶莹剔透的 它能更好的清洁牙黑 牙黄 口臭 腌漬色 还能清新口气 持久留香 坚持使用 会美白牙齿 同时呵护牙齿健康 嗯 用它删完牙之后 清清凉凉的 满醉的樱花味道 这么好的牙膏 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我们正在搞活动 只要现在点击视频左下方下单 一只9块9 两只情侣装16块9 三只家庭装只要19块9 并且还包邮送到家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需要 快点击视频左下方拍一单吧 哇 这么划算 那我也赶紧去给家人多囤一些啊 看什么样式 老板您好 我们两个呀 是留学海归 双硕士学位 对对对 我们要加入公司啊 一定可以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效益 什么留学海归 双硕士学位 统统给我出去啊 啊 你还没有看我们的简历呢 怎么就让我们出去啊 我们公司招人呢 主要是看人品 虽然两位的学历很高 但是素质太差 你怎么能污蔑别人呢 咱们是第一次见面 你怎么说我们素质差呀 第一次见面 你们两个刚才在楼下的所作所为 我都亲眼目睹 你们两个压烂的不是鸡蛋 而是你们的霸王 给我出去 老板 那 那我 恭喜你啊 你被录用了 啊 是真的吗 老板 当然是真的了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赢得了我的认可 明天早上八点准时上班 不要迟到 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啊 好